传宗接代怎么了 因为他那个身体根本就不行 你怎么知道 我儿子自己 大姐 尊重别人行不行 尊重可以吗 在没有事实的前提下 你说一个未婚的女孩 没有生育能力 或者身体不好 你是对别人的尊重吗 请你尊重别人好吗 我不喜欢这种单亲家庭 你们别说了 视频中被赵川怒赤着的女人 就是张女士 由于她看不上儿子谈的女朋友小会 所以便当众对其进行了百般贬低 而别的话 众人都可以荡耳旁风 但谁料她竟污蔑小会不能生育 于是便遭到了主持人的怒怼 那么张女士为何要对小会那么大敌意呢 比如大了四五岁 女人嘛 当你结婚的时候 有了小孩以后 变化很快的 可是这个我们两个都不在乎呀 我们两个感情好 那不行我得也在乎啊 因为你替我儿子大那么多岁不行啊 刚一上场 张女士就直言道出了 她不满小会与自己儿子的恋爱 起因就是因为她俩是姐弟恋 但是从古至今 姐弟恋并不是件什么稀奇的事 更何况女大三报金转 小会比小宋大了那么多 经历了那么多 如今谈恋爱也不似小女生一样 会那么幼稚 只会替张女士更好地带小宋 怎么张女士还不知好歹 嫌人家年龄大不说 还攻击人家年龄大长的老呢 对此 儿子小宋也与母亲做了解释 说年龄是问题 以前我找那些小的女孩 一个电话不回 就特别怎么说 就能去大吵一架 现在她特别理解我 比如说我喜欢吃您做的 那个鸡蛋炒柿子 她知道这个事情之后 四处打听 怎么能把这个菜做得好吃 然后亲手经常给我做 她对我一直特别好 在小宋的心里 她其实一直都觉得 女友比自己年龄大 并不是件什么坏事 相反的 她还特别喜欢这种 成熟稳重的女孩 也为这样的女孩 能够给她温暖 让她感到安心 但小慧做的这些 只有小宋能够感动自己 并不能感动她的母亲 相反她的母亲 还觉得小宋什么都不知道 都是小慧使出的狐媚手段 才与自己作对 因此张女士便举了一个例子 表明小慧并不能 做自己的儿媳妇 可谁料 当她说出这个例子时 现场众人立马不愿意了 她这个外形啊 根本不行 太瘦了 我昨天到了天津 到了去看呢 上面吐 下面泄 就有病痒痒的感觉 我这心里就是非常不舒服 阿姨说她太严重了 啊 就是今天年龄不行 是吧 年龄不行 她的身体也不行 那也穿着结蛋呀 必须得身体胖一点 最起码是健康啊 那会怎么嫁出去的呢 我健康啊 要说这婆婆看儿媳 怎么看怎么不顺眼 张女士一开始就不喜欢小慧 自然是哪看哪不舒服 这不刚攻击完小慧年龄 又攻击小慧身材 可是她觉得小慧瘦不能生 她自己不也和小慧同样的身材吗 怎么她就能生 小慧就不能生了呢 若只按身体的胖瘦 就能判断一个女孩能生不能生 是不是有点偏见呢 对于此疑问 张女士接下来爆出的一件事 则表明了她有这样看法的理由 她就是不健康 因为上次那个在三月份的时候吧 我儿子来一个电话 就是这一只屋地就说 叔弟他那个回孕了 当时吧就是我挺吃惊的 我们老家是北方的 爷爷奶奶呀老少四代 把这个事情在家里说了奶奶同意 到五月份的时候吧 我就带着老家的那个独特产呢 很多那个营养品 我就来到比京来了 我现在看看这件事 商量商量把她提进来 但是我到那以后呢 叔妹回孕 在张女士看来 虽然她一开始就不喜欢这个准文系 但她也无法阻止儿子去喜欢她 况且这个女孩还怀了自己的孙子 那么即便她再不认同这个女孩 为了家族的血脉 她也得同意两人的婚事 可谁料当她做好了心理建设 准备好了补品去看望准儿媳的时候 竟得知这些都是虚惊一场 她便瞬间觉得自己是被骗了 以为这都是小慧想要嫁进她家 让她妥协的戏码 更何况在经过了解后 小慧竟还表示出不想要孩子的事情 只有一个儿子的张女士 怎能接受这种想要断自己家香火的儿媳呢 张女士此话一出 想必众人心里就会出现一个很大的疑问 那就是她家到底是有什么皇位要继承 还必须要传宗接代才能行 然而这个问题还未等主持人问出 那边小宋的一句话 就揭开了张女士刚刚说的话 纯属虚构 原来小宋和女友并不是不想要孩子 只是说想晚要一些 可当张女士听到这话的时候 她又急了 因为在她看来 自己儿子能等29.3再生孩子 可小慧比儿子大了那么多 等他们想要孩子得时候 小慧都要33岁了 那时候小宋的爷爷奶奶年龄就更大了 她的年龄也大了 到时候帮她们带孩子 自然是件麻烦事 所以她坚决不会要这样一个身体不好 年龄又大的女人 当自己得儿媳 而看到准婆婆这样的态度 小慧也急了 急忙表示这都是误会 怀孕这个确实是一个误会 当初我是因为工作压力太大了 然后情绪又有些不太稳定 所以说才会出现那个推迟 但是大夫说这个是非常正常 在女性里边很正常会出现的 所以说这个并不怪我 关于孩子的这个问题 现在只有我一个人工作赚钱 我自己平时我都供她吃 供她喝的 跟她一起出一会儿 谁家你供的 都等她买东西 因为我儿子每个月都得给她寄修费呀 生花费都寄呀 你没供之前她也照样 你每个月子也没少赛 她那些同学每天穿的都是名牌 你想让她在同学里边没有面子吗 其实从这些话里可以听出的是 小慧内心也很是委屈 毕竟女性生理这件事 她也把控不了 所以当出现问题得时候 她判断错误也实属正常 没想到男友一下子就和婆婆说了 让婆婆空欢喜一场 闹了这场误会 而她之所以在之后表示 两人不适合现在要孩子的原因 也只是因为男友还在救毒 只有她自己在工作 她还要养着男友 若要是生了孩子 她根本没有什么供养能力 所以出于对孩子的考虑 她便与男友商量着晚些时候再要 这样看来 其实小慧的想法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反而她对事考虑全面 是个非常成熟且优秀的女性 可听了此话的张女士 却偏要摆出反对的态度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你太有心计了 自从她跟我儿子在一起 把个儿子就是培养成一个小男人的 男人必须顶天立地 不能让女人给买东西们 我不赞成 她给买我不领她情 我倒真是欺反作用 要说这世上 像小慧这样养男友的傻姑娘已经太少了 小宋能够找到小慧这样的女友 实属是让人眼红的存在 而虽说男人需要顶天立地 挣钱养家 但小宋现在只是在上学 没有空去挣钱养家 她怎么就对自己的孩子那么没信心 就笃定儿子一定是个好吃懒做 只能依附女人的小男人呢 况且既然小宋对两人的这种相处模式 没有任何意见 她为何要强人所难 非要拆散这对情侣呢 所以对于此话 涂雷老师坐不住了 当场便指出了张女士的错误 就你这样管着她能成为顶天立地男子汉 她连坑都不敢坑一声 自己的女人都不敢保护 你在亲手扼杀自己孩子的性子 你这样老管着她能成为男子汉 因为我让她必须有学业 人家正在完成学业 人家没有光辉学业 吴达也显得牛头不对马嘴 毕竟她既然不想让儿子出对象 怎么就愿意让小慧去生孙子呢 我看他俩在一起 算你结了婚 我肯定不会醒 我看他病人都大 身体又那么压 不能传统现在 你太自私了 我告诉你太自私了 那你为什么不能给我们一个机会 让我们试试看呢 你什么时候要孩子 我暂时是不会要孩子的 就小七八年之内 我是不会要孩子 这年孩子都多大了 对于男友母亲的侮辱 饶是脾气好的小慧 也终于是按捺不住了 所以当场便与张女士进行了争执 而两人的争执也让主持人苦恼不已 但幸好赵川老师及时调解 阻止了矛盾进一步加深 之后赵川老师更是寻寻善诱地教导小慧 不该这么顶撞长辈 谁料却在不经意间 戳到了小慧的伤心之处 我并不想跟阿姨吵架 我来自一个单亲的家庭 我从小就缺少母爱 我不想说因为她的母亲 阻止我们俩在一起 我们俩又真的不在一起 我真的就失去她了 小慧的一番话 可谓是惊讶到了众人 而经过了解后 众人才知小慧原来早在幼年时期 就父母离异 从小就跟着父亲生活的她 自然不知道怎么该与母亲相处 所以即便她知道自己不该与长辈顶撞 但经历了那么多侮辱之后 还是忍不住地向张女士发了提及 而当众人都在沉浸小慧的身世可怜之时 张女士一句话又惹了重怒 我不喜欢这种单亲的家庭 您别说 我不同意 我不可能她俩在一起 不同意是您的事 请问大姐 我们家传宗接代必须的 传宗接代怎么了 因为她那个身体根本就不行 你怎么知道 我儿子自己 大姐 尊重别人行不行 尊重可以吗 在没有事实的前提下 你说一个未婚的女孩 没有生育能力 或者身体不好 你是对别人的尊重吗 请你尊重别人好吗 在张女士看来 小慧就是一个没有教养的女孩 可是小慧虽然顶撞了她两句 也是被其挤兑得实在没有办法了 才出此下策 而她却从一开始上台 就对小慧百般侮辱共济小慧的种种 她又有什么教养可言呢 所以赵川老师说她不懂尊重别人 可谓是说到了点子上 而接下来 台下的导师也早已按捺不住自己的情绪 对几人做出了评价 小姑娘 我问你 你是不是丁克 我只是暂时七八年之内 我不想 那也就是你不是丁克嘛 对不对 你还是想要生孩子的嘛 如果以后要让你生两个孩子 你愿意吗 如果是双胞胎更好 哎你听见了吗 人家不是丁克 你什么时候能给生啊 因为时间可以商量的嘛 然后你说你 我跟你说你啊 还是那个妈宝 什么话都说 七八年之内 不要生孩子跟你妈说 比你大四岁跟你妈说 什么都跟你妈说 你妈说她什么不好 你也跟她说 是吧 没有婚礼你也跟她说 你妈不喜欢她 你也跟她说 你有没有什么事 可以自己做主 我这人的性格就是话 有什么性格 在家庭里面 一个男人 要做媳妇跟婆婆之间的缓冲 就是一只耳朵进 一只耳朵出 或者一只耳朵进 就干脆就别出了 你妈跟你说的不好的话 你就烂在肚子里面 你老婆跟你说的不好话 也都烂在肚子里面 好好记住 你要做一个缓冲 要做一个协调作用 你是润滑剂 正如陆老师所说 小宋应该做的是 家庭的润滑剂 而不是嚼屎棍 毕竟婆媳矛盾 自古以来都是大问题 丈夫要做到的是 好的话两头转 坏的是努力解决 这样才能构成 一个和谐的家庭 而对于张女士 希望她也能明白 丁克的真正意义 不要随便去诋毁一个女孩 我们总是说 我养儿子不容易 合着你养他 就是为了管他 折磨他 你口口声声说 家里70岁的 爷爷奶奶不能等 说的你有多孝顺 但是其实你没有 基本的家教 女孩子 说自己是担心家庭的时候 你作为一个母亲 你非但没有同情 你还加上一句 我就不喜欢 这种担心家的孩子 你在人家雪上加霜 人家现在还没生孩子 你就 重物回归之下 只是人家说 你不能生 还有一点 你说人家 很会用手段 他才不会用手段 他要是会用手段的话 早把你摆平了 涂磊老师说的话 还是那么的一针见血 所以几人在导师的教训下 都慢慢沉下了头颅去思考 然而即便涂磊老师怎么说 最后的抉择还在于他们的手中 其实我觉得 咱俩已经相处一年多 然后也都互相特别了解 然后在这一年期间呢 再也没发生什么大的吵架啊 一直感觉就像 就要是再往大点说 就是一个幸福的小夫妻 然后我想 还这样一起走下去 我想我妈那边 我会想尽一些办法说 我希望 你能好好想想 你能受我这些干扰 就算哪管她是我妈 在过去的这一年多里边 你的温暖 一直深深地打动了我 让我体会到了 这么长时间以来 家里所缺少的那个幸福 我不想跟你妈妈吵架 刚刚看到你妈妈在哭 我的心里真的是很难受 我想如果以后 我们真的能有机会走在一起 就算没车没房没婚礼 我都不在乎 但是我希望 你现在能回去 好好地哄哄你妈妈 我不希望 让人觉得 我破坏了你的家庭 破坏了你的幸福 最后 小慧虽然还对男友 有着深深的不舍 但她还是选择了离开 毕竟以后的生活是长久的 婆媳不和始终是个大问题 她不想男友 为了自己背上不孝顺的罪名 她也不想搅入 婆媳矛盾这种漩涡 所以最后她还是不舍地离开了 而对于女友的离开 小宋也是痛不一声 张女士却在努力劝儿子看看 但看到这样的场面 小编还是想告诉张女士 作为一个合格的母亲 我们应该给予孩子一些幸福之路的建议 但不应该的就是插手孩子的幸福 那么看完本期视频的你 对于他们的这段感情 又有着什么样的看法和感受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互动 怎么能与你们的办法和感受? 我觉得美好